复联4结局之后,美国队长带着空间宝石回到了1945年,他再次与佩吉卡特相遇并赴约当初的跳舞的约定。 从此,两人长相厮守不问世事,美满地度过一生。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观察者的监视下完成的,也就是当史蒂夫选择留下时,就意味着已经创造出另一个平行宇宙。 其实在616主宇宙之外,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平行宇宙。 在这个宇宙之中,佩吉卡特注射了超级血清,成为了一个美国队长,而原本瘦弱的史蒂夫只能穿上钢铁战甲与他一起并肩作战。 1943年6月,纳粹军队横扫欧洲留下了死亡和毁灭,盟军联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超级士兵。 在一个绝密的实验基地,原本史蒂夫是这场实验的受体,可是敌方间谍提前动手,引爆了一枚炸弹,并趁乱开枪击杀基地的指挥官。 言见事情有变,史蒂夫猛地一下从注射舱跳出,本要拦截这个间谍,可是他的血肉之躯难以挡住敌人的子弹。 最终,佩基尚未挺身而出,果断击杀了这个间谍,可是由于史蒂夫身受重伤,实验无法进行下去,如果错过这次机会,所有的准备都将复制东流。 于是佩基站了出来,主动走进注射舱里,接受了超级血清的注射。 史塔克按动注射按钮,随着一根刺眼的白光闪过,佩基从注射舱走出,他的全身充满肌肉,整个人也脱胎换骨。 因此,一代女性美国队长也就此诞生了,尽管上级长官似乎不太满意,可是他们依旧得接受这个现实。 为了找到宇宙魔方,佩基只好穿上美国队长的制服,深夜闯入九头蛇的总部,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弱女子,而是给徒手举切坦克的超级战士。 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,他就从九头蛇的基地将宇宙魔方抢回,并且交给了托尼的父亲霍华德。 霍华德借用宇宙魔方的能量,为史蒂夫打造了一套钢铁战甲。 随着佩基能力的不断强大,他一个人孤身闯入九头蛇的监狱,将困在这里的巴基等人救出。 在撤退时,史蒂夫身穿钢铁战甲,突然加入战场,前来接应他们,于是两人开始携手并战,一起捣毁了九头蛇的监狱。 与此同时,气急败坏的红骷髅,截下人皮面具,射杀了一名自己的军官,并高喊,德意志第三帝国将会灭亡,九头蛇将从灰烬中重生。 随着两个高脚杯的碰撞,佩基和史蒂夫的感情也越来越炙烈,两人互相表白对方也约定了打完仗要跳一支舞的承诺。 后来,他们两人一起出去执行任务,史蒂夫身穿战甲,徒手撕开正在开动的火车,可是下一刻火车就开始爆炸。 爆炸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,将史蒂夫震入雪崩之中,史蒂夫也葬身在断壁悬崖。 佩基含恨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,他深深地明白自己失去了史蒂夫,于是他继续振作起来,决定将红骷髅的九头蛇彻底捣毁。 因为他知道红骷髅正在开发一种维度的能量,并想利用这种能量征服整个世界,所以他们必须阻止九头蛇的计划,如果失败了,世界将毁灭。 深夜之中,佩基手持盾牌,孤身闯入九头蛇的研发基地,随着盾牌的旋转与碰撞,沿途的所有敌人都被他消灭殆尽。 霍华德的部队也后续跟进,直至来到基地的中心,他们才发现史蒂夫的战甲,也发现了被囚禁的史蒂夫。 与此同时,红骷髅已经开始在汲取宇宙魔方的能量,准备借这股能量毁灭世界,而史蒂夫已经被救出,他再次穿上战甲朝佩基的位置奔赴而来。 可是佩基已经进入机器的核心,准备毁掉九头蛇的能量机器。 不过,随着他一件涌入机器,自己也被爆炸产生了能量吞噬,最后地面只留下一个宇宙魔方在原地,佩基彻底从1945年消失了。 他与史蒂夫的约定终究没能完成,此刻在时间的另一端,也就是2012年,佩基突然出现,他被人们称为卡的队长,同时他也加入了神盾局。